下面要讲第四册里边的一些乐曲 基本都是协奏曲 协奏曲里边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 音乐有不同性质的音乐 另外包括很多各种复杂的技巧 所以学每一首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第一首是赛斯写的第二协奏曲 第三乐章 赛斯为小提琴写了五首协奏曲 这个主要对象是为学生写的 所以从音乐上来讲并不复杂 它一般都是每个乐章有两个主要的旋律 比如一个是坚听有力一点 另外可能就是柔和一些 都有明显的对比这样的两个旋律 主要的内容在技巧上比较多 复杂的节奏 两个手的复杂的技巧 复杂的音程 复杂的功法 那么它是为了学生写发展两个手技巧的 所以在这方面比较多 像练的时候每一首都要认真学 对今后你的技巧发展 演奏更深一步的乐曲 才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这个协奏曲里边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节奏 这个八分八六的节奏 八分音符为一个基本单元 一小节有六个 那么八分之六节奏 这个节奏在中国小孩演奏起来 稍微难一点 我们音乐学院有的服小的学生 甚至服装的学生 在演奏这种八分之六节奏的时候 也是照样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 学像赛斯学奏曲这样的乐曲 没有重视这个基本派子训练 这个八分之六是以三年音为基础的 是三派子的节奏 这个音乐在外国音乐里边比较多 三派子的 像过去一第一次二次学的那个小部舞曲 或者是原舞曲 那都是三派子的 中国音乐呢 是两派子到四派子比较多 像我们平时的虚构的任何的儿歌 几乎都是两派子的 歌曲啊 民歌汉族的民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跟这跟中国这个文化建筑都是有关系的 中国是讲究这个对称 比如建筑也是 这一个塔楼 那一个塔楼 北京的街道也是 东单西单什么 天安门地安门 都是很对称均匀的 那么外国音乐 他经常喜欢这个三派子跳跃的这个 所以对我们小孩稍微生一点 那么为了这个节奏演奏的准确呢 先在音阶里边 应该练习三菱音 你试一下在音阶 你自己想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 就这个数 另外呢 你可以用别的音形 多加音 手拉西西拉手 手拉西西拉手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这就是这首八六牌子的 基本节奏的形象 那么这个主题 你演这个主题 你现在拉的比较柔和 这个主题呢 你拉的轻巧 稍微跳跃一点 这个舞蹈的节奏 像你刚刚拉那个 这种 动起来这种感觉 前面两个音之间不断 只是第二个短一点 短一点 第二个一样 收起来 不能做那么突 做得很自然 第一个一样 这个上过每个音都不工作 离开这音乐就活跃多了 不要停在旋上 下面一个小问题 这个第一个音乐短 不要有的小孩拉上 度米拉平均 那就不好停了 再下去一点 法拉多 这个句子 呼吸 呼吸开始 好 那么第二段 第二句 是两个强号 那么一乐比前面要热烈的多 前面第一大段 是过去讲过 ABA那种节奏 那么 也是这个结构 那么第二段 第二段是从这个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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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开始 这段是 比现在叫清晰拉得很饱满 声音也很丰富 音乐上有这些不同的变化 那么比较困难的是在第三小段 第三小段 左手十六平音符很多 又有换弦 那么弓子呢 在这快音符里边又有换弦 所以练起比较难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手指头的动作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开始把作为手指练起 专门练练左手 你稍微放慢一点 每个手指都能排起来 另外呢 每个音拉准 就是每个手音都拉得很平均 一般唱就行 下面 很平均 好 对 这个左手在演奏的时候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要稍微来回动一点 因为换弦比较多 下一小节再试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个变化音程 就是增音程 RE到MI 现在MI升高了半音 MI要向发那儿去靠 所以练的时候呢 我不要盲目地找那个声咪 开始可以找声发 一直向二指靠 反复这么练 这个好了以后 你一直记住那个位置了 然后下次就有目的地往那儿去放 公子呢 这个都是快速十六分音符 公子在换弦的时候 尽量做得柔和柔软一点 这个换弦很好 好 这个左手不管怎么停顿 公子不要停顿 他刚刚就叫 手指头抬的时候 手指头抬的时候 公子都不要停顿 这个谱面上的MI的这里边有个小枣弧的记号 那么要突出一些MI 突出后边那个表情 后边的表情 对了 后边的音量是丰富的 这音乐的歌上去就多了 那么这块有个困难 就是RE到SO 同一个手指头 这个不可能按两根弦 公子快速地从弦上移动过去 那么公子 手移动过去 公子呢 也稍微停顿一下过去 不要出个扎音 这样子很干净了 但是最主要是那个前面 MIRI RI那个音别拉短了 第四小段呢 十六分音符 这个地方 这上面都有点 我们拉到直 直像他这样子拉 普通的分工就可以了 都不要断 因为在这个快速里边断起来 声音如云朗 咕噬咕噬的很硬 现在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重复的音都去掉 就单独把音阻练好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 很困难的一个 四指 伸指的困难 从这来一下 这一只拉 单音 用这种办法 单独把左手的困难练好了 然后呢 每个音再重复 效果就出来了 最后 几个和弦 拉和弦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注意 少用劲 这个两根和弦 你拉一下这个和弦 你们练的时候呢 应该这样子 两根弦 拉 拉的过程当中 这样换过来 不要这样子 千万不要 很多小时这么拉 在家里这么练 不需要太大的劲 这个鞋子就可以拉得很漂亮 我看你了 不需要太大了 这一根弦 就像是弦 我说弦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这样子 我看你了 你这样子 我看你了 你这样子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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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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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